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運動真心話 我是黃華俊 我們要邀請到一位 非常重量級的特別來賓 嗨 大家好 大家嗨 大家好 我是林志勝 嗨 妳好 運動真心話 是是是 怎麼突然有這個節目呢 已經有一年多囉 真的好 不好意思 我也不知道未來 太久沒有回來 所以我就很少在看未來 這個開頭我們還要聊下去嗎 沒有 好 開心開心 我們今天可以來跟真哥聊聊天 從去年 大家就一直很關心 你每一場 每一次站上去 可能都是一個新紀錄的誕生 這個討論度跟關注 你有什麼樣的感覺嗎 主角 其實很謝謝很多人 去討論這些東西 因為 當你會討論以後 就代表 這事情對你們很重要 我會經歷去說 畢竟拳內打本來就不是 說打就可以打得出來 那我就在球場上 我就 全心全意在球場上努力 他真的有出來 那就獻給在場的 所有觀眾這樣 因為你以前有講過 全意打其實是可遇不可求的一個結果 對 大家很享受這種長打秀 那這個長打突破肌力或是重訓 你是怎麼練的 也是跟往常一樣 只是多了一些身體控制的訓練 大家都做重量 爆發力 輸耐力 肌耐力 那我另外還有再加一些身體控制 畢竟身體退化會比較快 在這個年級 所以我必須要先學會怎麼控制自己的身體 看身體有多少的力量 然後去運用它 對 這樣子 去年跟學弟一起又挑戰賽嘛 一起很豐收的一個賽季 然後又過了前面的準備 現在你覺得你現在的身體狀態如何 我覺得今年的身體狀態 比去年還要更好 因為可能是從休息開始 我就自己自主訓練 然後再加上自己也跟 衛犬他們在重訓運的時候 我也自己去參加 然後去體驗一下重訓運的感覺 然後可能在那段時間 身體的建立就比以往還要更 對 這一張複數年合約有什麼樣 不一樣的感受跟意義嗎 我覺得我還蠻感動的 就是在 其實說在這個年級還可以 公司還願意給複輸你們 一個是給兩年 也謝謝公司對我的看重 其實我努力的不只是在球場上 也會跟球員們一起互相的討論 讓最好的狀態在球場上發揮出來 去年有感覺 對 不管我的採訪 或是看你比賽中 有一種前幾年又更快樂的那種感覺 快樂 可能是遇到這些年輕人 就是球員都是二十出頭嘛 然後他們就比較天真 活潑 可愛又可惡 然後 可惡的部分 就是很愛開玩笑啦 那就有時候是彷彿看到 自己以前也是這樣 然後只是回頭看 差十幾歲 差二十歲的 然後那時候的我跟他們現在也是一樣嘛 然後就是用 自己會找到方式跟他們相處 然後也謝謝他們帶給我很多快樂 因為在球場上其實我是滿專注的 因為他們讓我懂得更放鬆在球場享受 對 接下來想請我們來賓要聊聊 兩位經典的搶打也都有共識過 先聊一下泰山教練好了 這個以前算是你還沒有進職棒之前 他就先發光發熱嘛 那時候你還在夜雨 你那時候看泰山哥有什麼樣的感覺 在夜雨的時候就覺得 這個人的打擊怎麼搶 然後又圓圓胖胖的 然後我手邊能力又很好 就覺得天賦很好的一個選手 對啊 那時候覺得 因為那時候還沒有很熟 因為我在夜雨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我都培訓 陪他們訓練 到去年的時候當隊友 其實也不可思議啦 說真的 也沒有想到說會落腳在衛拳 就是會被衛拳吸收下來 然後讓我們這個機會 繼續延續我的生愛 然後也滿開心的 然後在裡面其實大家都認識 總教練也好 火哥 智偉 就是一些都是有以前一起打球的 因為那氛圍就很自然的 就越來越融洽 對 那另一個傳奇就是瘋哥嘛 那個時候 陳大哥 陳大哥剛回來 我記得那時候他賽前的 光是打擊練習 其實媒體跟球迷就看得很過癮 那時候在旁邊看 算很巔峰的瘋哥 就覺得喝過羊墨水的 打到球怎麼跟吃肉圓的 吃長肉 然後是覺得這樣 因為他打出去的那個 擊球的聲音 確實跟我們都不一樣 清脆度 清脆度啊 就像這次玉成 玉成在打擊的時候也是這樣 就是他那個感覺就很像陳大哥這樣 可是比陳大哥更有力 更有爆發力 以錄影現在來看 因為沒辦法對 錄影現在來看 玉成的打擊缺失 那時候我們練習在看的時候 確實是很蠻恐怖的 因為我會覺得 極力極撈就已經很恐怖了 他還比極力極撈更恐怖 對啊 那時候有偷看一些瘋哥的小撇步嗎 看他怎麼揮棒 會問他怎麼打 可是他也是 他就是講求來就打 他一直 可是求來就打的 求來就打的定義太大了 只是你的思考模式 可能在他來講是 就是用越簡單的模式去做 可能就是越有好的機會 那就撇開複雜的小撇步 就真的求來 你想辦法把球打球 這樣就這樣 我覺得這樣就可以了 現在我在打球就是這樣 我也不會去管動作怎樣 也不會管多手多厲害 只要球真的到自己的好球來 我就粗力去打哪一顆球 結果怎樣就不知道 那至少我可以做到我 可以把握住 這樣就可以了 因為其實有些選手會糾結在結果 或是有時候很難跨過那個舒適的感覺 你花了多少時間 可以在現在這種比較順暢的節奏 我覺得是要試著去學習 觀察人家好的打擊 他的優點在那裡 不是說他的打擊動作 也不是說他觸碰的 可是他在打的時候 他的同腦在想些什麼 他想要做到什麼 而且你不可能去設定說法 我這顆球要打球 那是不可能的 你可能是這顆球 而且我不是打電動 對 你只能設定 這顆球不要不要觸碰 這是你可以把握的 你可以決定你會不會 有的打者就比較乾脆 假如是在外角的範圍 或是他喜歡的範圍 他就好敵人的不觸碰 那通常結果都會比較好 因為不猶豫的觸碰 觸碰速度就加持 他擠到球的速度就會出來 跟你猶豫去擠到球 其實是有點落差 看看 那就是 給我一點 有的 沒有的 趁大